大家好,我是Synix,欢迎来到OdinRuin的游戏开放视频 上期呢是来到了这边这个耶罗亚尼亚废墟下边的这个坑道 总之呢是按照计划这期先把这个探一下 之后我记得好像是要朝这个北边探索 这边这个花盛雪原应该是一开始地方还没有特别完全的探 因为是有一个非常恶心人的暴风雪在 另外我在想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些下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隐藏的东西 这个最下面有东西吗感觉下面看着有点奇怪 嗯这边没有东西看一下这边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流言 但是别的应该是没有什么 那就是这么走有好多流言这是什么 白骨 补腿部是一个什么意思 这是个坑道是吧 这等于是要注意墙上那个东西 做我很有用 又是什么又是一个锁着的路 又是什么又是一个锁着的路 又是一个锁着的路 我有点不太敢去这个地儿 我有点不太敢去这个地儿 这是动物的东西会塌吗 等这个怪掉碎石 听见了老鼠的声音 听见了老鼠的声音 不是这只那个 那个挖矿的人那个法杖的声音 我以为他会 这个妹妹不会中毒是吗 他背着一个东西 我以为是会那个怕火的那个怪呢 这边有个梯子 对面有路 我是见到一个人还有更多的人吗 我以为他会有什么肃的声音 我以为他有点阻挤 我以为他会有什么 我以为这种派对 我以为他要打扮 我以为他能打扮 我以为他会有点是 我以为他要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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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是可以往上爬然後可以往下爬 這個地方的這些所謂的貴重道具還是有點難發現 其實我可以做個試驗我這攻擊力現在是多少 有沒有重要道具 請問野獸這個是那個什麼嗎 英雄盧恩武 最強的是王之爐 一個斷到19 為什麼有野獸邊界王者這倒是正常點 野獸是個什麼玩意兒 像這邊我哪撿了個段到18我都不太清楚從哪撿的 人是到boss了 這個是那個那條路好吧 我可以回去再重新走一遍 因為當時有條路 怎麼著 有條路是往下 我猜那個下面好就是一個死無痛的一個坑吧 然後這邊有一個那個所謂的什麼王者聽了一個聲音 我可以做個試驗 就是這個是466 這個不小心打到了那就算了 我是要單隻的怪 好之前那個打了1600 好之前那個打了1600多 我想知道是這個厲害還是這個厲害 還是兩個一起用可能是更厲害 如果平常探險的話 然後還想拿一個那個加經驗的東西 這有斷造石嗎 那邊有一個橙子的物品 這個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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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是跳P比那個無傷的更強 好吧 白王劍 這把單手劍是把大劍 魔法傷害 古代種族 白王引力波 拉近弟子 動力相比範圍更廣 好吧 長得好像比較有意思 我感覺攻速慢 木下的感覺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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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下的太一般了 這是個什麼 幸運 我現在有幾個了 古龍煙斷到石已經有三個了 但是我一直沒有斷到石9 這是個什麼情況 我已經探索的非常非常的仔細了 為什麼沒有9 這個東西不需要9 哇 我才意識到 那好吧 那就等於是我現在武器已經是可以升到一個普通武器可以升到家族了 我只有三個我應該是可以去升 仔細看 這個就是最高級的斷道石 再往上的一個東西就是圓盤了 好吧 然後 這麼走 我是不是可以走這個捷徑 嗯 哦不對 這個是掉上來了 嗯 這個礦洞 感覺不是很大 敵人的分布呢 也算是比較集中那種 有一些比較強的敵人 但是獎勵是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這個我有撿嗎 撿了 感覺這是個什麼 潛無突擊 這是我開個門就進包子戰 還是說有一個時機 可以讓我喝藥 我可以 啊 怎麼是這個東西 我們要 我好像摘了那個 東西之後 減傷真的是好了很多 我來再幾個嚇死了 我來不見你 我來不見你 快點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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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武器是换一换 现在老将军旗感觉他的 多少627 这边明显是比这个右手的武器要差很多 我觉得 这边出来好出吗 好像不好出 我觉得我想往北探吧 这边主要是附近没有萤火 我往北探这边我探到一个萤火 然后我回去我看他把这个武器 实际上好像是有两把备用武器 一把 一个什么石像鬼的挤 另外一个好像是那个黑夜骑兵的挤 两把武器好像都是 好像属性要求跟重量什么的都差不多 一把我记得好像是基础功能力高一点 加成少的 另外一把是基础功能力低一点 然后加成多一点 但这边当时我记得我看的应该是普通的一个加成 我应该把那个武器给他改造成 力量型武器再看一下这个加成是什么样子 或者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这个黄金戟实在是太强了 我觉得应该不会说是这个武器改成力量之后 他比黄金戟的伤害还高 黄金戟他其实是有点带水分的 因为他是两个属性 又被入侵了好吧 鲜血贵族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应该是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什么黑夜骑兵的东西 总之我们回城基地升级的时候 再去再去看 这玩意儿捐一下打到了 之前不是能打到吗 什么玩意儿 想要传送门 我想要个萤火 不想要传送门 那是个熊 扰乱是什么意思 这个什么睡帘是扰乱的吗 这个熊如果跟之前遇那个熊一个强的话 说实话我可能打不过 我可能就先先不管这只熊了 看看能不能找到 萤火 或者说我让这个熊自杀 算了 算了 呃不好 好远 这是那个所谓的传送门是吧 连吧 任何设计 这有点没有太好的参照物 不过可能是探到这个地儿 然后探到这个地儿 掉点鸡爪子 不错 我的鸡爪子六个 我还会造别的吗 这是干嘛的 观察力应该是掉宝的 其实我可以吃一个银鸡爪的 然后找一个鸟多的地方去刷鸟 那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我运气好 还是说这个地儿 它就是容易掉爪子 这是个雕像 我也是一个NPC 怎么这么小 等这两探完了 之前这边我是探到了什么地儿 我可能要回去大概这么探一下 有熊在哪儿不太清楚 这个人有没有有没有拿着宝箱 没有 这是那个体型一般的熊 还是我之前打那个体型上超大的熊 这个下边是那个传送门的地儿 等于是我这这儿是回来了 传送门就先不去了 能不能找到一个 血迹 都是这样 我想找到一个萤火 我应该提前下马 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下马 我往前会飞多多远 然后怕直接飞过了 然后摔下去 然后王者 很不满意这个瞄准 很不满意这个瞄准 还有一只呢 还有一只呢 这边 是哪见只大熊来的 这边 是什么情况 来来是什么意思 还来米卡拉大人 米卡拉又是这 米卡拉是那个女王吗 希望 牵有花 这个越来越有意思了 这个我天哪 我没看到这个帧数 我觉得就是游戏要优化了 还是说 不行还是 还是帧数就降下来 라 天哪 这个3我没有去吗 哦3是这个东西 天哪 我这边之前就是我已经更新过一次PC了 配置已经很高了 对这个要再卡的话 我原来那个PC会是会是什么样子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优化 如果你纯从就是配置性能上来看 真的即使我原来那台PC应该也是也也不差 但是 而且童年带的一些其他游戏 完全是没有没有这么一个问题 这边这个卡真的是有点可怕 这个就是你 之前 不是之前 就是很早的时候 比如说打世界大战 你这个士兵冲锋 冒着敌人炮 我就这么一个感觉吗 这个感觉好 好有意思啊 哦 哦 哎 好多吗 哦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脚原来不是移动很慢吗 怎么才能这么快 这个门 我有点没有搞懂 可能是没有找好节奏 什么回事 这摄像机怎么奇怪了 这个角差不多了 真的是他就是移动移动好快啊 什么呀 已经已经塌了是吗 先去周围转一圈 这边又是还有个教堂都没有意识到 平常的话可能这边有一些灵魂士兵可能会打一打 这边这个帧数实在是太恶心了 这个依然是没有用 多了什么 多了个火炎巨人 另外我该升级了 看看 是怎么着 算了先去找个萤火吧 这边主要是经验太多了 离教废屋 前面这是个什么东西 离教废屋 嗯 现在怎么升 就等于是我的血 我感觉差不多了 这一集是多少加了23 这件好像是24 23差不多 就等于是如果你想活命还可以接着升这个 或者是我可以再升耐力 因为现在我的 就是我把那个戒指摘了摘完之后 应该是会更少一些是吧 我还有 我可以把黄金树的恩惠放到这个长柱的东西来 这是我那个攻击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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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能这样吗 不行啊 这样呢 这样可以 这样呢 这样不可以 721001 我可以是在升耐力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至少这个房 还可以再升啊 我这样 可以 这等于是 加了一点 然后不加了 这个力气应该是已经递减了 这个力气应该是已经递减了 先升一点 看一下我现在什么样子 还是重 中了可以 这等于是这么 我现在这个配置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东西的是1.2的重量 应该是我最重的护肤 应该我不会说换其他护肤 会让我变得更重吧 应该是不会 对 对 基本上我现在属性点应该是合格了 另外说之前我要 我要换武器 这个新的武器是多重 这个好像是11.5 如果换的话 是 可以把这些存起来 这个东西怎么不行了 灵巧不够了 灵巧不够了 把灵巧升到18 当然这个东西其实不着急 因为是 这只是我的一个副武器 它是 其实这两把武器都是普通 我可能需要找一个打击型的 如果遇见一些弱打击的boss的话 这个跟这个 我先把这个叫灯随便探一下它之后 我回那个大四伏去升级 白银盾 3.5 3.5 45 51 这有特殊效果吗 这应该有特殊效果吧 这应该有特殊效果吧 泪滴 没有好像魔抗很高 这个魔抗好高啊 但是武器说明为什么要写 圣术骑士罗雷塔 这个火把我估计我也存在了 因为它是 这是火 这个是圣 这个也是火 就重复了 虽然可以催眠 但我觉得没有什么用 这东西要18的灵巧 我现在灵巧是17 其实我可以升一点 不对 我先看那个新的武器我拿上之后 先是怎么着 这个样子 然后是 如果是这么着拿呢 这还是中 那可以 等于这个是 多了0.5的重量 好吧 我再重的话是之前好像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104 75 这个差的有点多了 这个差的有点多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估计我就先回去吧 这边 回去看看 我要去铁匠那儿 有新的对话吗 应该没有 我现在应该是在探索开放世界 没有什么新的剧形象的推荐 就等于是我把你变成 其实换什么应该都是无所谓的 换两个这个玩意儿 厚重 厚重 看一下 221跟223 有时候厚重之后 这个十项轨迹更厉害 但是他俩加成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东西的 基础工具就高了一点 之前好像是他的基本形态 好像是 这个基础高加成低 这个是基础低加成高 但是他应该是这个更长一点 我觉得我要这个更长的吧 而且 我感觉上这个武器好像也不是很很帅似的 那把武器更帅 我觉得这个黑 这不像黑骑士吧 可能受一代的影响 一代我最喜欢的武器 应该是那个黑骑士的脊 觉得这个可能更更厉害一些 这个主要就是太短了 看着像一个小斧子一样 不像是挤 那我升这个好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这边直接没有升满 就已经是B的加成了 再升的话肯定是加的更高 这个武器 而且这个可以附魔吗 这个可以安占灰的话 我才是可以附魔的吧 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把这个东西放主手 是不是把这个东西放主手 这个东西放副手 就相信这个东西放主手 我可以直接是 这个的战技 我就相信是不会用了 黄金书历士 我直接用我自身的版本 应该是更强一些 这个东西我可以是使他的战技 然后可以 可以附魔好吧 那我的伤害应该会更高 可以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就这么着了 强化 这好像要加到25 好贵啊 449 我不后悔 这个每升一级 那个数值一点一点变高 我觉得是看着我很 很舒服 720 12 低一点但是比这个高 这个是多少 627 直接是差了100 虽然说是这个没有升满 但是你升 你加一级 你不会说加100的攻击力 这是不会的 而这个武器可以附魔是吧 可以那我觉得没有问题 大概就这个样子 有一个东西是把他这个战技 我换成什么呢 这个东西给他卸了 这个武器 这是拿了什么 维旋斩 铁壁 这好像是这个 这个 嗯 嗯 有一个 是这个二连斩吧 是剑武 我 然后看一下这些乱七八糟东西 过去恶罩妖鬼率领作战 这个算是比较重的一套盔甲 12.8 12.8 没有一些特殊的效果好吧 这个鲜血的是什么 这个鲜血的是什么 这个铠蛋是重复的 可能就是长得比较漂亮 漂亮 烈骑兵什么样子 嗯 长得还行 但问题是我需要 我需要更重的盔甲增加的防御力 嗯 看一下 这个没有用了 这个可能就存起来吧 然后下一集我生一个敏捷 把这个东西给它弄上 这个没有用 这个没有用了 这些东西有什么 都是活属性 这一把是圣属性 所以说可以留着 凯丹应该是可以卖了 我记得我应该是有凯丹的 有凯丹可以卖了 可以 可以 然后去试一下我的这个战绩 来啊 好 好 好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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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有没有我的主要输出手动应该是跳P有没有什么什么跟 那个跳P能配合起来的 什么能跟跳P配合呢 可能是这些东西 或者是我弄一个像这种就是防御向走位的东西 我想试一下这个雷电阳球还没有之前都没有一直没有试过 我这么厉害好吧 好吧 这个切副是 算了直接这么看 720 然后主手是885 然后呢 750 就是加了30 那是什么效果 我装进去这么着看不了吗 少这么看 提升攻击强化可以强化出血 这个等于是 曲线好还可以 但是我应该跟出血没有关系 这两个怎么样 提升攻击 提升攻击 野蛮连击 可能是这两个 Buff型 真空展是一个 打出去的攻击 对 这个挤应该没法聚合吧 这两个有区别吗 720 885 787 9 47 780 940 嗯 为什么这个武器没有用啊 720 885 热门咆哮 为什么不影响你的另外一盘武器 提升攻击力 重击变成野蛮连击 这个就是打 超大体型的 不会出硬直的BOSS 没什么用 728 885 这个就有点奇怪了 这个持续时间多长呢 不说话不是很长 我感觉 持续战中应该是用不到 我的BUFF太多了 感觉上用不到 可能弄个胜率 我怎么记得这个胜率 是会把你的 属性给变错 这是会覆盖成神圣伤害 我实在是不太清楚做什么 这个 我觉得如果我快死了 我可以用这个活命 就先这么弄吧 因为 我不觉得我可以再加什么了 我这边有一个 这个黄金树律师 还有一个这个伺服 这个应该能加很多 这个加的比那个咆哮要多 所以说我肯定会用这个 不会用那个咆哮的 好吧 那就这个样子吧 我的武器升级应该是升完了 看一下时间 我觉得 没想到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去升级 不过现在我攻击力 应该会变得更高 这个就是居然不让 不让攻击 这个有意思啊 这是 这人能对话 可以召唤 这是瞑目 什么情况 记得这边反正时间不多了 正好是在这儿 可以做一下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哦 这是那个人 然后呢 长大的妹妹 然后呢 交谈 哇 好吧 这人还活着吧 人在在喘气啊 就等于是这个人的任务线 我天哪 这个雪山就是 这是全游戏中最后一张图了吧 所以就是各种任务线的结束 然后给你各种各样的这个圆盘石板 等于刚才给的是这个尸色的 可以 但是我觉得那个老将军旗就不弄了 他那边那个武器又是没法buff 所以现在 我这个东西还可以buff 也就是说伤害会更高 另外说到buff的话 我自己我有火属性buff吗 或者有其他属性buff的东西吗 我想看我如果说我通过施法buff的话 他这个伤害是不是会比我用物品要高 我好像NPC有卖 我没有买 这个是什么 又没有用了 血焰 这个只是出血 这个是毒 我需要一个伤害的东西 我可能要去 而且另外这个龙的东西 我是可以是再买一买 这边反正是在生 我估计就不去进行探索了 在视频结束前 我想再看一下我这个buff的东西 buff的话去 我好像要去那个乌龟呢 然后再看一下你有什么可以卖的 这个buff的话 我猜应该是 就是根据你施法的 那个东西的施法强度来决定了 这是一个什么 黑焰 17的信仰 他写的是减少血量 这我不太清楚 就是一个特殊的效果 但是不给你增加面板伤害 还是说 也会增加面板伤害的 这都是施法的东西 这是一个附魔 缺量点距离 但圣属性 我应该主体已经有圣属性了 所以说 如果 这个怪抗圣的话 他可能会抗 弱什么 弱黑暗 这两个灵珠 为什么是分开的 我不太清楚 为什么这个就是让攻击呢 之前那个教堂不让攻击 魔法 这是附魔雷的 奇迹 哦不是 我没有见到附魔火的东西吗 算了 那就买一个雷的 然后 雷 我这应该是没有升过级的 或者只升了一 加成是146 这个也要增加 767 720 原来是 这个应该不会加 这个不会加 809 这个是加到809 如果我这样呢 805 基本一样 好吧 就是说 现在至少我的 这个 这个晚上生机还不高的时候 应该是效果基本上是一样的 它是什么CV积累发狂表 是个什么玩意儿 应该不会说我buff了武器 我再拿被这个buff的武器 还会积累发狂吧 这等于是如果我想变得再强的话 我要把这个圣印记升得更高一些 但是我不太清楚 我可能要找一个加成更高的圣印记 但是从现在来讲 我的从投资的性价比来讲 我觉得直接用那个 我造出来的油脂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东西消耗27也是 提升装备重量上限降低 这些都有些负面效果 我觉得都算了 我想找一个缠绕黑暗法术的这种 这种类型的一个武器覆魔 直接在营地里有一个类似的 说是什么会持续损血 好像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神皮 那些人对你放那些法术 你中招后会持续烧一些 我猜面板应该会变低 但是由于是有一个额外的烧血效果 这个毒我觉得就不要了 这个毒我这就不要了 这怎么给它卸下来 为什么是跑自己797 好像还不是 809 我有黑暗油脂吗 星虎腐败 暂时我还是拿这个火纸 因为我的火焰的话 除了能增加我的攻击率 还能增加火准攻击 应该是可以是有双重收益 但至少我知道了 这个这个抚摸不差 他的夹伤还是蛮多的 797好吧 可以 我想调一下顺序 估计是这个 然后是这个 按照攻击力来 可以这样进行了一些整顿 我觉得现在我的强度 应该是又变强了一些 毕竟这边在打这个雪山 我是就是感觉到 确实是比较难 可能 现在做可能是稍微有一点晚 毕竟雪山的一些东西 都已经打了 碳了很多了 不过这边有一个地儿没有碳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什么龙的区域 总之是还有后续的东西 应该会越来越难 但是还是趁着现在 没有说是特别 还没有遇见说 完全打不过的东西 趁着这个机会 先把自己再提升一下 我可以升级吗 不可以 可以 那就估计就这个样子了 这边是 在这儿截一下 下期的话 估计从这个教堂往南探 南边好像我当时见了一些熊 这次我是看一下我这个武器变得更强了 看看那个熊怎么样 打一打 等这边打完之后 估计把这个地儿探了 这个地儿探完之后 其实这个地儿有点奇怪 因为我当时第一次去 没有特别仔细的探吧 这个地方肯定是有解谜 没有解 总之是下期计划 这期就先在这儿截下 也是能喜欢 我们下期见